好 那維藤帶媽媽 你也孝孝帶媽媽去日本去玩 因為怎麼講就是賺錢 媽媽還是不知道你 你到底可以養活自己 所以你就帶她去展現你的財力 這樣子 她就知道OK 不OK 不過帶媽媽去 那你怎麼展現財力 媽媽我帶你做聯航 不過我們買最前面的位置 商務艙 沒有 聯航他最前面就加一千塊 你就可以繳繩子 好 那不錯囉 對對對 然後住哪裡 還是那個 還是那個 M&B 還是喔 年宿 沒辦法啦 對對對 很可愛 然後 那是最後一天 所以那最後一天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它是一個房間 大房間 然後一張雙人床跟單人床 雙人床就讓給媽媽睡 單人床我就睡旁邊 它是平行的 所以中間有個小走道 那天晚上我記得很清楚 是十二點正 因為隔天 我們要早一點搭那個藍武士 回去大阪那飛回台灣這樣子 半夜十二點我口渴醒來 然後醒來 你第一瞬間就會想 先看手機幾點了 然後我是測睡 然後面對牆壁 所以我媽媽是背 我背對我媽媽這樣子 然後我想好渴 我要去拿我的可爾比斯在冰箱 結果手機才剛放下來 要轉身 因為我那天穿吊嘎 才剛要轉身的時候 麻煩借我一下 那個 我才剛要轉身 他就這樣 就有一個 清楚的 有人點了我肩膀兩下 然後 嗯 我媽媽 是我媽點我嗎 可是我媽睡覺會打呼 她後面打得要命 這狂狂 一直在打呼 我想說 欸不對吧 那是不是 我的那個 因為睡起來 那個穴道還什麼 那個筋脉 就會有一些 那種筋那種感覺 那我再動一下好了 又來一次 又點了兩下 我這次很確認 是有手指頭的感覺 嗯 那現在是怎樣 我也不確定 不過當下有點皮 想說那我如果拿手機起來 然後那個手機 會有一點反光的感覺 要看一顆 看一顆 然後拿起來 可是拿起來的那一瞬間 我心裡的那個 第六感是告訴我說 那個本能告訴我 不要這樣做 又默默放下來了 然後 為什麼你不要這樣做 因為當下拿起來的時候 又被點了一下 欸 我就默默放下來了 然後 然後我 沒關係 那你今天不是有那個嗎 手電筒嗎 我就很害怕的轉過去 看到什麼 那個晚上睡不著了 睡不著了這樣 對 那天我就 沒關係 好可惜喔 還有六個小時就可以了 機會難得 還有六個小時了 對對對 就是帶媽媽去玩的 發生的小故事 近距離接觸 對對對 我零距離 那按照廖老師是說 這種情況你不要回頭 對 不要去看他 說這樣子很可能會生重病 對 因為就是 像我們現在 比如說農曆七月 如果有人在背後拍你的肩膀 你也不要回頭這樣看 都不要 因為我們肩膀上有三昧真火 那有時候他就故意拍你 像圍藤 他為什麼不拍你其他地方 一般他會習慣拍肩膀 然後你一轉頭 你這一邊的火就滅了 或者是你剛說要拿手機起來看 其實他在點你 他是希望你真的看到他 你不要去對到他的眼睛 你就會被射破 你可能就生重病 那有的人不知道這樣去處理 有很多卡因是這樣來的 可是不看個究竟一輩子 就只有個陰影在那裡 也沒關係啦 怎麼吃飯 沒關係遺憾 那個是一個遺憾 遺憾是最美的想念 怎麼這麼想沒有要亂講 可以回味 可以回味啊 那遺憾還有一次是 跟日本凶宅藝人合作過影片 對 因為我的頻道其實就是在畫 那種微動畫就是講鬼故事 裡面會穿上一些笑點這樣子 那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日本的凶宅藝人 日本有很多什麼裸系藝人 搞笑系藝人 大衛王藝人什麼的 那他的凶宅藝人就是 他專門住凶宅 然後住了然後就寫心得 然後上節目分享這樣子 還出書 那我們這一次就跟他們 那個出版的時候有合作到 有這種藝人 對 有這種藝人 專門住 他叫上元田螺先生 這是田螺的那個田螺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他那個故事我覺得非常特別 就是因為他要專找凶宅 所以他在大阪 又在大阪了 在大阪的市中心 而且是在南波那邊 在南波旁邊找了一間兩房 一廳一味 然後又有一廚房的那一種房間 然後在南波地區 一個月找了六千塊台幣 這樣真的很便宜 然後他就可以喔 然後房仲還跟他說 這間是四孤屋喔 你要考慮清楚喔 然後他說OK 我就到四孤屋才就住啊 不然我就沒有題材了 他還找他的另外一個朋友 兩個人一起住那一間 那一開始進去住啊 因為他說四孤屋 可是他還不能詳細的跟你講說 發生什麼事 就你只能自己細細體會這樣子 那他就住進去 跟他朋友住進去 那他朋友就住一般的房間 那田螺先生就是住榻榻米屋 那裡面兩個房間 一個榻榻米屋 一個正常的 那榻榻米屋裡面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整片都是舊的 那有一塊是全新的 他就去把那塊全新的翻起來 底下那個木枝地板有那個寫字 有寫的痕跡 所以有人挖跪了 應該是 對 就是有人在那邊流血受傷 他就覺得 哇 我住到一個 更中央的地方了 這房子的正中間那種 太棒了 那另外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浴室 浴室他原本有掛那個鏡子的痕跡 不知道為什麼鏡子被拿下來 還漆了一層油漆 那浴室的那個水龍頭 常常會堵塞 可是歪一歪也 就只是毛髮而已這樣子 也沒有到大量的堵塞那種感覺 好 他就住了好幾天 就住住住 都沒有什麼感覺 就只是在 因為白天他在寫稿子嘛 打電腦寫一寫 最怪的地方來了 常常會有人 他的家的門 會被轉動 卡卡卡卡卡卡卡 這樣轉動 然後去看 他開門也沒有人 也不知道外面有誰什麼的 他就覺得 這可能是靈異現象 那第二個靈異現象就是 日本的住戶 如果是公寓那種 一整排大家一起住的 那種一二樓那一種 你的信封基本上就是投到 你家門口那個 門上面那個有投地孔這樣子 他的信常常會不見 消失 然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個地方就是讓他覺得最怪的 那接下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了 他想完完蛋了 沒感應 舒適律敗 對啊 沒有題材 結果到他真的覺得怪怪的時候呢 是有一次他電話打來 然後有一個語音 那個未接來電 然後會有那個語音嘛 他一接起來聽那個語音 那語音是什麼 就像那個綜藝節目會喊一口水 在那邊講話 咕咕 咕咕 這樣講話 那誰啊 這麼惡作劇 而且他還不只一次喔 還有兩次喔 這樣子 他就覺得怪怪的 他就想說不理他 反正是惡作劇嘛 結果隔天呢 他就換他朋友打電話跟他說 你不要開玩笑喔 然後我沒有開玩笑 我跟你開什麼玩笑 你留電話語音給我 然後流那麼奇怪的聲音 說我留什麼聲音 咕咕 咕嚕咕嚕 對他就流咕嚕咕嚕這個聲音 用水傳話的 用水傳話的 然後他當下就覺得 我收到算了 我朋友也收到 而且他們都住在這邊 他就有題材了 可是他也 這樣拼拼湊 就好像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講 那他就 因為住那附近嘛 就會去附近的那種館吃飯 還有一次去那個中華餐館 就是吃那種尖角那種地方 那坐下來就跟老闆聊天 反正就是 可以取材嘛 就是想 有沒有故事可以講 老闆就問他說 你住哪裡啊 他說我住那個大樓 那個公寓那一棟 老闆就跟他說 你知道那邊有出過事喔 他說對啊 我還住在出事的那一間耶 那老闆說 那你知道他出什麼事嗎 他說我不知道 因為房仲說不能講 他上網查也查不到 那老闆就跟他說 那間房子以前是一個媽媽 跟一個年輕人 叫他兒子住在一起的 然後他兒子有精神病 在裡面把他媽媽打到頭破血流 接下來把他媽媽抓去廁所的 那個洗臉盆淹死他 那個聲音就是 喝水的聲音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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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然後重點來了 可能講到這邊 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可能只是一個 巧合的靈異事件 宋憲天龍先生他在 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他搬 我取材到了 我也搬 就馬上搬嘛 就要趕快去下一間住這樣子 他搬離開之後呢 過沒幾個禮拜 大阪出現一則新聞 在大阪的街頭上 有一個年輕人 他隨機喔 拿榔頭 敲 敲擊那個攻擊老婦人 然後在被逮捕的時候 還要求說判他死刑 他想去死 然後後來又會有深入報導 深入報導就說 那名年輕人呢 其實就是那間房子的男主人 就是把媽媽打暈 打死的那個兒子 而且重點是 因為他有精神病 他被抓去判刑之後 是沒辦法關的 所以他是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 而他逃出來的時間 跟田螺先生住在那個房子裡面 的時間是重疊的 所以常常要開他家的門 跟信件不見的原因 是因為他想回家 天啊 真的是人啊 是人 真正的人想回家 對 哇 還好沒進去